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叔,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这一期视频是要参加咱们西瓜Play的打榜的 所以需要大家点赞评论和弹幕 谢谢大家 那么这一期的主题是我的热爱 所以说一定要拿出一场非常精彩的第五人格高端对局来分享给大家 好的,这边对局开始 我们先从小蝶的第一视角进入 他玩的是一个祭司这场求生者的阵容体系 大家可以看到是一套非常扎实 然后我们注意到这边的求生者的排位分段 也是目前天气最高分段的一场对抗了 这边小蝶选了一个祭司 然后在军工场打 大家注意到这边第一个洞 这个洞因为知道对面是红夫人的情况 这个洞是可以很好的避免红夫人外置位来投一个镜像来找你人 那么这边一个洞的反复横跳是可以躲掉红夫人镜像的 这里红夫人也是没有再进行过多的一个留恋 反手过来找到这边的先知 镜像已经好了 这边镜像一头先知必吃一刀 那么这边先知顶鸟吃刀以后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走小房 走小房这边可能会被镜像再次改尔道 他这边是往外走 因为这个地方镜像是没有结束的 镜像这边逼迫先知的走位 过来有板子博弈 躲掉抽刀 反手一块下板 一个翻板加速 应该是走三板了 看一下 这边贴边走 过去博弈 但是这边先知好像是走位上出现了一点问题 没有能进板 那这样的话这个先知应该是没了 闪现也好了 镜像也好了 镜像一刀 然后前锋这里是准备来进行不干扰 但先知倒的位置比较空旷 转个进前锋可能还要吃一刀 哇 这一把节奏大裂 这里红夫人会不会选择闪牵呢 前锋拉球闪牵 前锋已经预判到了 但是距离不够 那这边前锋倒地 先知倒进第二次 我们看一下这边祭司会选择来救 祭司好像想要修完这台电击 那么如果不救这把的节奏是绝对绝对不够的 所以说这波一定要救 一定要而且卡半救才行 要不然求生者的一个电击是绝对绝对不会够的 那么这边可以看到 红夫人这边也是完全没有给到机会 牵起这里的前锋直接往第二次走 有没有机会能打一个气球刀 看一下大龙这边的一个走位 因为这个时候如果直接救的话 很容易两个人都是气球刀 这边大龙很聪明 等你把人挂上以后 我这边救前锋 注意这个细节 注意这个细节 救下前锋以后 前锋这边就有机会能够搏命套搏命 这个时候前锋是无敌的 我吃一刀又如何 我这边可以把先知的这个命多续几秒 续下来以后两个人都是没有过半 两个人凭借着搏命可以强冲出地下室 这样的话求人就有一波争取能活的机会了 刚才这个局基本上已经是一个偏向于死局的一个情况了 但是这边由于大龙的一波优秀救人 前锋在这边一个搏命套搏命 为两边争取了时间 而这边你只能处理先知 那我这边的前锋就有时间交自己 一个向头投到了这边小蝶的祭司去干了一会电击 因为这边先知是必定会倒的 倒了以后牵起祭司把人挂上 祭司这边先把拥兵摸好 节奏慢慢的去 看一下这边是挂地下室还是换个位置挂 这里好像是想要来干扰一手这边的电击 不让你有修机的机会 因为这个时候再挂地下室 其实确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穷者不救的话 外面把前锋摸起来摸满 那么穷者就有机会去慢慢的把这个局盘活 好这边注意到祭司好像是去摸了 这边的前锋 把前锋摸起来 能不能摸满 站在摸 正在摸 应该是要摸满的 这里一个镜像头 头到先知 先知应该是要倒了 这边拥兵是适时的过来扛了一刀 大龙这把的拥兵确实也是打得非常的精彩了 没有给到红夫人一丝机会 甚至还帮忙扛刀 但是红夫人这边也很聪明 不给先知吸鸟的机会 他我先追镜像等到差不多了 万一镜像没有机会 打这一刀的时候我切本体过来 那你这个先知就不可能吸出这只鸟 我就可以微微的把你挂上 这样的话还是算是一个红夫人保平真胜 而且优势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局 基本上在2.6 2.7的样子了 那球者这边也不是说完全没有机会保平 毕竟现在只有一个拥兵是受伤的状态 前锋有球 拥兵有护臂 祭司有洞 三个人当中 但凡有一个人能站出来 牵制足够多的时间 还是能够把电击拖完的 好的那么这边来看一下 红夫人目标锁定 前锋直接闪现一刀开刀 因为5秒钟以后我的一个镜像就可以好 可以带走前锋 但前锋这边是有球 他可以拉一波球 是有机会躲掉红夫人的这一个镜像 看一下怎么拉球 直接拉直线球 因为他很清楚 这边拉直线球以后 我的这个镜像就会出到地图以外 你就打不到我镜像 那么你要本体来追我的话 我就可以利用交互 这边注意到为什么他不进三板 因为这里是有台遗产机 四合院的电击是不能被干扰的 一旦我倒在四合院屠夫人机双手 那么这把球者面临的应该就是一个三抓四抓了 而这边红夫人现在主要等的就是一个镜像了 因为前锋这边已经交完所有的球 所以说这个镜像一投 这个前锋基本上是没有任何可操作的空间的 找到机会打实在不行 跟过去贴近位置 一刀也能打中 但这边的一个镜像 稍微的感觉差一点点 那这边红夫人可能要切过去 来进行一个实体刀的追击了 看一下找好距离 过来一刀直接击倒 幸好 如果说真的让前锋拖过了这一个镜像的话 那这把球者真的很有机会 我们可以看到电击现在一台佣兵 95%应该是一定能点开的 而祭司中间的这台大遗产 已经开始修了40%多 那么这边镜像一投 是想要去干扰这边的遗产机 直接过来镜像投刀 而佣兵这里现在救人意义不是特别大 因为救下来以后前锋没有球 没有办法能够保住这个前锋 因为一个镜像这个前锋大概率会倒 而且倒了以后呢就上挂飞 外面的电击又不太够 这里被迫是把人救下来 那几乎需要做的就是一个长时间的扛道 看看能不能 哎这边大龙是直接走了 这一波走可能会给红夫人一个错觉 就是电击可能好了 但这边大龙对吧 进行了一个片走位之后 一个护币弹回来 继续来绑起这边前锋扛道 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我是红夫人的话 就有一点点懵了 哎这到底电击好还是没好呢 刚才看你走了可能感觉是电击好了 现在又回来 这里局势上面来讲的话 这一波的一个骗术吧 我觉得让红夫人这边摸不着头脑 让球者是拖了足够多的时间 这边前锋拉走 佣兵吃了个正色 但是电击看到已经是好了 电击直接点开 看你翻装电击直接点开 一个加速拉开距离 进向头要投前锋 因为前锋是没有任何逃生能力的 一刀没打中 怎么说有传送击倒前锋挂飞 以后基本上还是一个偏三抓的局面 切过去没有任何交互点 一刀倒地挂上 那么这把其实从现在局面来看 偏向于一个三抓 球者这边真的已经打得很好了 从大龙的救人 这边祭司的补击 包括前锋的薄命套薄命 整一个流程是把一个本身 可能最多最多跑一个的局势 争取到了有机会能保平 非常非常的能够体现 这种顶尖的一个对抗 双方互不相让的一个局面 这里小敌会不会蹲一手 绕被看见了 被看见这里可能 哎呦我砸了个头 刚想说被看见了 可能没办法 这边祭司穿一个洞 大龙这边在开门 怎么说门 如果说你传过去呢 那边可能一个护臂弹走 非常非常漂亮 这边是先用镜像来干扰你的 然后我再来找时间来处理这边的祭司 看一下大龙这边 哎要追大龙吗 追大龙还是可以的 因为大龙这边是一个半血的傭兵 一刀可以直接倒地 而且他只剩一个护臂 那么这边祭司过来接力放 准备开门 看这个门 一个护臂弹过来 门能不能点开 百分之八 传送了传送了传送了 赶紧挤门开了 哎呦 哇 这一局真的已经打到这个层面 真的是 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那这边牵起一个祭司 完成一把三抓 对呦 不过前来讲 这把三抓也是非常非常不容易 因为看着这么好的一个开局 但打的还是非常吃力 因为穷者的配合真的太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